目击者拍摄的画面显示 一名老妇人不断向身穿黑色T恤的男子喷射胡椒喷雾 男子则是伸出双手企图阻挡 但已经无法睁开眼睛 随后这名妇人驾车离开了公园 留下该男子头部和脸部因胡椒喷雾造成的灼伤 这起事件发生在上周四 受害者当时和妻子来到圣地亚哥海滩附近的Dustie Rose公园 因为在吃午餐所以没有佩戴口罩 但这却招来旁人用房廊喷雾袭击 受害者表示这名妇人先是上前批评两人 并声称两人在公园用餐违法 随后又回头走进两人用餐的餐桌 以胡椒喷雾偷洗男子 当局表示受害者在事后已经报警并做了笔录 表示保留将此事上诉法庭的权利 新唐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